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16日 今天應大家要求 講三星堆 三星堆這個題目非常吸引 原因是因為它顛覆了我們的中華文化史觀 中華文化史觀說我們文化的來源 是來自黃河 黃河也叫做母親河 但是三星堆位於四川廣漢一帶 其實是成都對出的一個盤地 而這個地方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相對沒那麼重要的地方 歷史書叫這個地方為熟 而三星堆有些學者說是代表古熟文化 古熟文明 但是熟和中原從來是非常難交往的 李白有詩雲 就說熟度之難難於上青天 四川的路是非常難入的 所以這個地方在中國歷史上比較偏滿 但是三星堆的文物出土震撼了世界 因為發現了他們的文化水平 遠比黃河流域的文化水平成熟 先進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去講這個題目 而且有些幻想就是三星堆文物的風格 與中原文化的風格 是截然不同的 它裡面有權杖 中原文化很少用權杖來代表王權 而三星堆找到權杖 有些人又聯想到與埃及或者巴比倫有沒有關係 而三星堆裡面出現大規模的面具和人頭像 跟中原或者中國人的樣子也是不同的 而他們的風格 跟埃及和巴比倫也有相似 所以有些人就說三星堆會不會是一個外來的文化 而在三星堆1986年出土以來 竟然找不到人骨 有文明 就照計有人的活動 有人的活動就應該有人骨 如果有人骨 驗一驗DNA 現在的技術這麼先進 就很容易知道它是什麼人種 但是又沒有人骨 它有動物的骨 有象牙 有海背殼 這些 1986年時期其實做過初步檢測 但是目前的檢測 最新出土的一批 還未公佈 所以這塊大的砌圖 還差很多塊 所以我預計我講三星堆會講幾集 但是今集我要做破障 就是要破解三星堆是不是引證了中華文化5000年歷史 因為在網上吸引了很多人去講這個題目 報章 傳媒雜誌也報導這個題目 就說三星堆有5000年歷史 引證了中華文化5000年這個事實 包括網上有很多很受歡迎的節目 他們也這麼說 但是這個說法 是有問題的 是值得跟大家釐清的 因為在1986年時期 三星堆第一個祭司坑出土 當時四川考古所 用了一些很傳統的方法去檢測年份 第一就是看樹木的年輪 第二就是做一些簡單的碳14測試 但是當時中國和西方世界 斷絕了幾十年的往來 所以那些考古技術還是用上世紀初期的技術 所以這些年份推測 是相當不準的 但是2020年 三星堆第四的祭司坑 就是我們現在 經常看到 歎為官子的文物 權杖 龍骰 神樹 面具 甚至乎黃金面具 這些其實再用新的測試方法出來 告訴我們不是五千年歷史 這是誇大了 現在北京大學考古所孫華團隊 他們做了一個測試 發現三星堆這些文物 大概是3200年至3300年歷史左右 距今3200至3300 相等於當時中國的商代 中晚期 武丁時代 前後 所以這不是五千年了 首先第一個搞錯 第二 就是三星堆在廣漢一帶 而這個地方過去100年 都成為了文物出土的寶藏 除了三星堆之外 還挖了很多古屬文化出來 還有一些是史前文化 大概距今4000多年歷史 4000多年歷史 有些人將它擺在三星堆前面 就說它是早期的三星堆文化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三星堆就有四五千年歷史 人們是這麼計算的 其實是屬於新石器時代的文化 而新石器時代的特徵都是用石頭 做一些簡單的城牆 簡單的工具而已 而這些文化水平 在當時中國很多不同的地方 包括二里頭文化 梁柱文化 梁柱文化可能先進一點 它有一些玉石 還有最新出土的 就叫做石渡遺跡 又叫做夏都 在黃河流域 有些人說是夏朝的首都 當然這些是考古學家想像出來的東西 甚至乎有些考古學家說它是皇帝的遺跡 皇帝有些人說是要 有些人說是信 這些是沒有任何科學的證據說明 但是從那些出土 都證明到當時中國不同的地方 這些新石器的文化水平 都是比較原始的 比較簡單的 所以如果你將它拼入三星堆早期文化 說三星堆有五千年歷史 這個說法是穿鑿附回多一些 它只不過是屬於新石器時代 而後來 到了三千二百年前左右 這個三星堆到了極高的文化水平 這個極高文化水平到底是繼承原本新石器時代 還是刺激外來的傳入 這一點考古學還沒有結論 因為1986年挖了三個土堆出來 這三個土堆看下去 跟天上的三顆星星互相呼應 所以人們就叫做三星堆 三星叛月 而這三個土堆下面 找到六個祭司坑 這六個祭司坑就是 以前古人用來祭治的地方 估計再掘下去 可能有更多的祭司坑 更早年期的祭司坑也不奇怪 所以第四個祭司坑文物 有很多很神奇的東西在裡面 第一 他有一些中原文明沒有的元素 拳杖 神樹等 這些中原文明沒有的元素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有黃金面具 找到幾副黃金面具 不是一副 是幾副黃金面具 而當時中國在商代的時期 根本挖不到有黃金 這麼高含量的黃金技術出來 在三星堆竟然找到86%含量的黃金面具 而黃金面具 讓人聯想到埃及法老的面具是用黃金的 而當時中國還是青銅時代 還沒進入鐵器 更不要說黃金的練金術 即使到了周朝也還沒有這樣的技術 所以三星堆的技術 比起中原文化至少先進一千年 他跟埃及巴比倫的文化 相對來說是接近一些 但是 有很多人懷疑會不會是外來的文明衝擊 這一點 目前目前考古證據還沒有充分的結論 支持到 但是引起很多人的下想 為什麼支持不到? 因為竟然在86年至今 三星堆找不到一副人的鞋骨 有祭司的地方 有人祭祀的活動 有人生活的地方 但是一副鞋骨也找不到 如果找到鞋骨 我就可以引證到人們的DNA來自哪裡 其實在1986年的時期 四川考古所為三星堆的象牙做了一些測試 證明它是亞洲象 亞洲象是什麼意思? 譬如泰國、越南那些地方 以前即使雲南 那些也有象的活動 四川有象也不奇怪 古代 但是在2020年 它找到再大批的象牙 而這些象牙的DNA報告還沒出土 還沒破解 它會不會除了亞洲象之外 還有印度象 甚至乎非洲象呢? 如果有的話 這塊砌圖才會完整一些 譬如說 三星堆還找到大量的貝殼 你知道古代人以貝殼為貨幣 所以中國的字和錢有關的字 大部分都有貝殼 譬如說賄賂 賄賂有貝殼 食貨的貨字有貝殼 所以賺錢的賺字有貝殼 三星堆找到大量的貝殼 證明他們跟別人有商業交易 而這個商業交易到底是跟當時同時期的商朝交易 還是跟印度甚至乎埃及交易 這些目前還沒有證據 三星堆的貝殼 證明了他跟別人有商業來往 照計很少用貝殼來裝飾 貝殼作為貨幣 這是有長久的歷史 但是 到底他跟什麼人有商業來往呢? 如果他跟商人 就是商朝 欣商 是有商業來往的 這裡我就會引出很多疑問 因為三星堆的文化 水平遠高於同時代的商 但是中原人 在商周以來 似乎 即使甲骨文也有這個字 就是熟字 我們四川就叫做熟 有些人說三星堆是代表古熟文化 這個熟字其實可以大有文章的 如果你看到三星堆裡面的人像 你會發現他們很多人的面具 都有眼睛很古怪的形狀 有些人叫做縱目面具 縱目人 而這個熟字 是以上面一對眼 作為它的特徵 所以會不會是跟這個熟字 跟三星堆的縱目面具有關係呢? 這是有一個可能的 但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熟字下面是一個蟲字 大家知道我們中文字的傳統 或者中原文化、中華文化的傳統 就是用蟲 或者用一些很低賤的動物 來代表一些少數民族 尤其是文化水平低劣的少數民族 譬如說 福建一帶就叫做敏 裡面是蟲 而湖南 至廣東一帶就叫做南蛮 也是一個蟲字 而四川又叫做熟 有一個蟲字 但是同一時代 東南和長江南部的文明遠比雙周文化低水平很多 所以用蟲字是可以理解的 而北方的民族 譬如說用滴字 這個北滴 滴就是狗爪邊 就當他是狗 叫以前的北方少數民族 叫鬼方 又叫他鬼 險韻 這些字全部都是蔑視 少數民族的字眼 但是叫四川三星堆做熟 我覺得就難以理解了 因為剛才那些用蟲 用狗爪邊去形容他們 都是一些低文化水平的民族 而三星堆很明顯他的文化水平比起雙朝高 如果他們兩個文明有直接交往的話 我就想像不到他用蟲字去形容他 甚至乎 古人看到對方的文化水平比自己高 往往當他是神般拜的 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在一個不能夠解釋的事物 我們就當他是高等文明 所以對於雙周文化而言 三星堆文化是高等文明 所以用熟字去形容他 我這一點就認為有很多疑問在裡面 好了 到底三星堆這個時期 三千二百多年前 中國處於雙周文化 在西方是屬於什麼時代呢? 在西方 中國還是新石器時代的時期 所謂下刀 還是用一些基礎簡單石頭做建築的年代 埃及已經進入第一皇朝和第二皇朝的歷史 而在米索不特米亞 就是伊拉克 伊朗一帶 敘利亞一帶的地方 兩河流域 大概在六千年前 進入了蘇美爾文化 所以三千二百多年前的時期 埃及已經建了很多金字塔 而巴比倫已經有他的法律 計算出很多精妙數學 甚至乎有六十進制 這些已經是西方很成熟的 最近在以色列有很多新的考古發現 譬如說找到九千年前的一些刀城遺跡 也找到死海古卷的洞裡面 找到八千年前的藤纜 也找到六千年前的穆乃伊 所以由此可見 在西方 在中東 地中海 以及北非一帶的文明 是非常早熟的 所以 會不會有可能 三星堆的文化 是跟西亞 以及中東 甚至乎跟非洲有交往呢? 這一點 在這麼多年來 在大陸海外的考古學和歷史學界 有很多人都有這種猜想和疑問 而我自己最近看到2013年的一個考古報告 這個考古報告我覺得是給我們有很大的啟發 就是波蘭的考古學家 在中東發現了 蘇美爾文化的一些遺跡 掘到當中有350具屍體 而這350具屍體的DNA 證明了 從西藏、喜馬拉雅山的人的DNA 是非常紋合的 由此可見 西藏人移居了到中東 其中有部分人 就是構成了蘇美文化的一個源頭 所以從這條路線可以看到 西藏、中東 以及四川 這三個地方之間的路線 其實並不可能這樣走走 所以會不會這條路線構成了文明之間的交往呢? 這一點還是需要有更多的證據 三星堆這個題目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關注 其中一點 就是在去年開始 一些大陸的學者紛紛出來說了 他就說三星堆有可能是外來文明的輸入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破壞了我們現在在提倡的文化自信 民族自信 說我們是本土文化起源學說 這一點會造成衝擊 但是 中國人尤其在教科書裡面 一直以本土起源、本土文化自居 譬如說四十幾五十萬年前的 北京舟口店的一些源人 經常在教科書裡面說是我們中國人的祖先 但是其實現在 DNA的檢測證明了 這個舟口店北京源人 與我們現代的中國人 甚至乎二千多、三千多、四千多、五千年前 挖出來出土的 在中國這個地方活動的先民族 他們的DNA也沒有任何關係 現在的中國人DNA 其實就是來自非洲的智人 再運了三、四百分之的尼安德特人 所以 從這條路線我們可以看到 越近非洲的地方 文明越早出現 因為所有人類源頭 目前的考古學都認為 是來自非洲一帶的 所以埃及的文明 巴比倫的文明 希臘、愛琴海、黑里特島文明 是優先地在歷史上燦爛摧燦的 而再隔多一兩千年 雙朝和周朝的文明 在中國也是遍地開花 後來進入了春秋戰國 中國文明更加早熟 更加厲害 但是從這一點去看 就是越近非洲文明越早出現 譬如說越遠非洲 就是澳洲 以及南美洲、北美洲 這些 更遲才出現文明 所以從這一點去看到 三星堆文化 有沒有機會外來傳入 我認為還有一定的機會 但是不代表完全是 因為還有一點可以看到 就是在三星堆附近 在湖北一個地方 叫做石家河 石家河也是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但是這相對較少人關注 而這些文物出土 大概跟三星堆的時期 是接近的 大概是公元前二千多至三千年 距今三四千年歷史左右 這個石家河文化 你發覺他們的面具 發覺他們的人像、人頭 跟三星堆都有幾分相似 所以 到底是不是從西亞傳過來 還是在長江流域一帶 本身本土生出這些文化 這些都有一個可能在裡面 但是用民族主義去看 要用民族主義 時事都要說是中原文化、中華文化是如何摧殘 中華文化五千年歷史是如何 越要彰顯民族自信 其實越顯得沒有自信 因為科學目前的結論 都是認為中國人的基因 其實就是來自兩條路線 一條就是從北方西伯利亞傳入中國 西伯利亞經蒙古 再傳入中國北部 所以華夏文化最早的起源 就是來自華北一帶 就是這個意思 而另外一支文化 就是從西亞進入印度 再進入東南亞 最後進入了中國的南方 而這條路線其實正正是跟三星堆文明的路線相近 也跟石家河的路線相近 但是當然裡面更仔細的內容 需要更多考古證據 所以永遠都是一分材料一分話 就不像一些學者那樣 大陸現在就是這樣的 在黃河流域挖出一個都城 其實只不過是新石器時代的城牆 他們改了名叫做夏都 就說是夏朝的首都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文字 也沒有任何考古的遺跡 證明他跟夏朝的首都有關係 更加一些人說他是皇帝 或者是饒和信活動的地方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證據 這些是穿鑿扶會 用政治去做考古和歷史學的研究 黨政軍文學 一切聽黨指揮 這樣才會讓我們民族自信 越講越不自信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 留言告訴我你喜不喜歡 如果有足夠的留言 足夠的Like 足夠的訂閱 我就可以將三星堆 變成了一系列的東西 繼續講下去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